柯媽媽說要做正的不可以做輔助 做正的才會好好做事情 您的看法呢 老人家講的話聽一聽就算了 我倒覺得這樣啦 盡力啦 凡事盡力而為嘛 那就是說最新民調顯示說您第三 可是你媽媽都不相信這個情況 對啊 是哪一個民調都不相信 藍班的談得怎麼樣 這是這樣啦 反正人家說 深呼吸 換輕鬆 繼續走就知道了 我們過去一直不敢去誠實面對的問題就是年輕改革 其實從法律的 其實年輕改革就法律的觀點來講 它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為政府怎麼會欺騙人民 所以一開始在講說我們要很誠實面對的問題 臺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年輕改革違反這個法不肅計畫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違反一個法治的精神 所以當然他也會想說 這臺灣財政困難等等 其實這樣啦 我曾經看過那個會計師算給我看 臺灣的這些退伍基金 如果你拿去投資 蒙著眼間 就買那個前面50股 就要GEO50股 那你什麼事都 你不用什麼投資理財那個概念都不用 你就買前面50股 那每年調整 好像是30年會成長6倍 所以今天一個問題 退伍基金在這個國家上有問題 當然我知道這一題是 我們一個解釋先講問題出在哪 你拿我的錢去賭博 賭輸的叫我要負責 你那些退伍基金拿去什麼負盤 國安劑 這樣搞對不對 你就算你政府是白癡 你就買前面50股就好 我沒有叫你要多費理財 30年會成長6倍 今天怎麼會面臨到什麼 還要提補什麼的 但是這樣我也知道年金改革會出問題在哪裡 未來10年台灣有40家大學要關門 請問這是今天才知道的嗎 18年前那一年出生就知道了 就知道說 欸 今年出生小孩子是這樣 現在大學capacity容量是多少 所以大概有幾家要倒閉 你有18年的時間準備你不處理 現在才要處理 怎麼處理 所以你的問題也是一樣 年金改革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一直人口結構用民國80年的人口結構來處理 現在民國110年的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以前是金字塔形 領錢的人少、繳錢的人多 這個就撐得住了 你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領錢的人多、繳錢的人少就垮掉了 什麼什麼 人家說年金改革要怎麼計算 我說不用 簡單一個圖我就可以跟你解釋為什麼 問題是這人口結構的改變 是今天才知道的嗎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抱怨也沒有 因為它已經發生了 就誠實面對 我的態度 當然我這個是 這一題事先也沒有跟幕僑討論過 我覺得政府不可以私信於民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你政府講話都沒有信用 所以老實講 當時年金改革 所以外面在鬧鬧 心裡面在想說 哇 這個難怪大家會抗議 你政府講話都不算話了 以後誰要聽你的 第二條 你拿我的錢去賭博 賭書的這樣我要付 對不對 但是他已經走到這裡 我倒覺得這樣 應該盡速有沒有 這個年金改革叫做 舊的應該要盡量維持 諾言 新的看怎麼處理 這樣會不要 所以你那條應該是 該補了還是要補了 要跟怎麼辦 請問柯先生 您是否願意改革 現行軍公教 新資審議的機制 納入受僱者團體代表 讓勞部雙方可以根據相關的經濟數據 討論是否調薪以及調薪的幅度 這一題應該這樣講 這是問題嗎 本來就應該這樣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去蘇澳漁港 蘇澳港 他們在討論漁船的評鑑標準 他就講了很多問題 我說 這聽起來就很不合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台灣定那個漁船評鑑標準 標準 沒有業界的代表 全部靠那些學者 還有坐在冷氣房裡面的官員 然後就定出評鑑標準 廢話當然跟那個世界多理 所以為什麼 這樣討論 討論問題 本來就要有關係人在裡面討論 所以你的問題對我來講 廢話就是問題 其實那個邱義說 那個韓傑市長 就是願意出來當湯科 如果他出來整合的話 你願意接受嗎 你怎麼看 韓 韓國瑜 韓國瑜 這個我倒覺得這樣 韓國瑜現在也是 無關一身輕 而且他這個還蠻豪放的 很隨和 我倒覺得還是那一句話 就是說 大家坐下來聊一聊 談一談 也沒有那麼嚴肅 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也還好 而且我跟韓國瑜 本來就很認識 侯友宜常常讓我忘了他的存在 提到我啦 你說常常忘了侯友宜的存在 或侯友宜說這樣就提到他了 他一直能看 蛤 我還覺得這個 因為最近看電視 好像很少在罵他 全部在罵我 我就覺得 這個請各位名嘴 不要忽視這個韓市長 那個 侯市長的存在 不要只打柯文哲 這個 反正民調有各家的嘛 所以通常要合起來做個綜合判斷 所以不需要對單一家去回應 那個歐洲商會的那個匯長 他問我說 現在不管是三的還是四的好選人 你覺得你的油店是什麼 塊店是什麼 嚇別人閉起來怎樣 我當然我是很客氣的 每個人都有優點缺點 所以 今天我們不要說 誰比較好誰比較壞 而是說 台灣處在這個階段 誰是比較適合的 來當總統 來這樣思考 所以是這樣 第一點 都連賴清德還是醫生 我發很久 問題是 他的標籤已經太重 所以有人說 我最近也在想 賴清德 如果動算 要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是這樣 第一 戰爭的風險 還是會持續存在 甚至會更高 因為 你不能叫大陸無法罪 並對面子之爭 今天如果中國大陸 你知道 把賴清德的當選 當作是台獨勢力 在台灣的勝利 我跟你說 你習近平解決分 所以你何必把 那個 叫國民 你知道 搞了什麼 還有一點 有一點 一定確定的 賴清德 正經動算 台灣經濟絕對 繼續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 出口40%是跟中國 大家也知道 最近 因為那個大陸 都對台灣出交 一下子跟你進鳳梨 石斑 連霧 四家 每天都這樣出交 叫你吐 這是這樣 大家合作 要賺錢 比較簡單 大家要這樣 互相拐來拐去 當然比較困難 所以 應該這樣講 從 我並不是說 對賴清德這個人 有什麼特別的批評 但是很清楚 因為 正經出來 做 台灣要大陸管 絕對壞 經濟絕對壞 戰爭風險 一定管 還有一行 大家都心裡有所 從去年八月 培洛西到現在 台灣的外資 台灣人的錢 十多多出去 我在台北 一些好人 專門在耍錢 小孩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一個數字 台北美國學校 你知道 有很 他有跟我講一個數字 我沒有記很清楚 很明顯 在這半年當中 台北美國學校 很多學生 就 退學了 跑去美國 為什麼會這樣 以前每年有幾個學生 會離開 現在突然增加 一定會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行 這是 歐洲的代表 我告訴我 他說 你台灣要導資 我現在都不敢動 他說 等到明年1月 你算出來 結果他才決定 歐盟國家 27國 要台灣導資還是外 你要知道 歐盟 你知道 佔全台灣 國外投資的 轉台灣差不多25% 他說其他的國家 來台灣導資 歐盟佔25% 現在歐盟全 暫停 他不知道 你這道理 這選料到底是 會變成了 我不知道 所以是這樣 但 出來 最 政治 最基本 你知道 讓老百姓 心安 就好 你一個人 無話 大家都心不安 心不安 再來是 不爽 我跟你講 我公元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阿扁要選總統 我也是醫界後援隊 大條腳 你知道嗎 我以前也支持綠營 說實在 比較多民進黨 但是 我實在沒想到 哇 民進黨怎麼會 墮落那麼快 有人在告訴我 民進黨跟國民黨 哪個地方不一樣 我說國民黨 參洲禮儀比較好 吃相比較好看 所以 民進黨站起來 齁 那不是說整瓶膨脹 那陷伴就給你吃了料 你知道齁 吃了又鎚子給你 刷走 我整個都拿下去了 這就是齁 人家說吃相難看 你知道齁 吃相難看 我覺得這是這樣啦 怎麼會變這樣 那就是 傲慢 他就吃定了 不然你要怎樣 齁 所以我跟他國家 不能這樣